那麼我們來介紹這個Edgy Printer 它其實呢 剛剛你安裝完成之後 你把它打開 它第一次會先讓你選黑色 或者是白色的這個介面 好就進來 現在最新的是到8 那你看到這邊有沒有感覺 跟泡泡有點像 因為有一些泛粉模板 就是所謂的泛粉 你可以自己挑一個喜歡的 當然你用空白的也可以 好我就先挑一個 那本身它有錄影的功能 所以其實你今天不用弄也可以 它也有藍綠目去背的功能 我就直接用先用空白的就好 好進來之後 你的感覺會再更強烈一點 如果沒有 我們再強烈一點 好你看我剛剛講有新版本 先不用更新沒關係 按下去有沒有感覺很熟悉 可是你知道嗎 用泡泡的方式來做剪接影片 真的比較簡單 也許有些同學用過什麼 威力導演啊 Premiere啊 有沒有 類似這樣的剪接軟體 可是大部分的剪接軟體 都是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都是橫式的 對不對 比較傳統 你就一個接一個 一個接一個 但是這種方式呢 其實有些時候 並不直覺 為什麼 因為我動了這個 後面就會受人講 對不對 可是我們用投影片的方式來做 會變得很簡單 所以你進來了之後 長得像這樣 那我們Adventer 其實它本身就是做數位教材用的 錄影當然也是一個功能 第二個 它有影片剪接的功能 因為影片是不是也是教材的一部分 比如說像我剛剛是錄影 那也是教材的一部分啊 那這裡面呢 你點到它 欸這邊 如果你覺得剛剛這樣還不夠熟悉 我把這個打開 有沒有感覺又更熟悉一點 因為你有不同的什麼 擺面配置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選擇 我要怎麼變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今天呢 如果你剛剛有做錄影的 你可以把它丟進來 那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這邊 還記得我們有這個嗎 有齁 所以呢 如果你的照片要直接丟進來也可以 我也可以 是不是去背完的 把它拿進來 去背完的下載 拿進來 哎呀 這樣有沒有感覺 老師都很珍奇跟他拍的每一張 進來的對不對 是不是去背都一樣 做影片也可以啊 做簡報也可以 我們現在在做簡報啊 那你這邊你就可以 打上你的標題 我想這個我就不用打太多了 好 我直接用日期就好了 好 這樣子 好 那你標題樣式自己打 對不對 那進來 進來這邊 如果你有影片錄好了 你就把它丟進來就好囉 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剛剛上面這個 這一段 在這裡 我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有沒有可以 download 直接下載下來 編輯一下 哎呦 進來了 按著它 拉拉拉拉拉拉到這裡來 有沒有感覺 我都只會比較人性的 這樣就可以丟進來了 好 放進來 那你放進來之後 你如果想要調整畫面大小 當然你可以自己調 我們可以做什麼 子母畫面嘛 對不對 你有一個畫面 或者全部都可以 所以你可以試著把你的 剛錄的影片 因為已經傳上去了 你就把它下載下來 那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沒有也沒關係 因為老師上面 雲端硬碟上面 各位的這裡 是不是也可以下載我剛錄影的影片 也可以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我上面的 你就按右鍵自己下載一下 OK 我等各位一下 你可以先試看看 我先講一下它怎麼樣來錄影 如果你覺得我要用老師的 又不是那麼喜歡 沒關係 自己來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叫錄製屏幕 這裡其實有兩種 有兩種 一種叫錄製所謂的影片 視頻 一種叫演示 演示的話 比較像是拍照 比較像是拍照 所以現在我們比較少用這個 我們大部分現在都用這種 所以就是你螢幕上有什麼就錄什麼 那你點下去之後 他就問你了 請問你要錄影的範圍是多大 因為我們軟體本身 預設它的大小是1280 就是專案的大小是1280x720 所以你可以自己挑一下 看看你要錄的範圍是多大 那麼如果你懶得這樣選 也沒關係 我可以把 比如說這裡好了 我要錄一下 我們那個弄這個怎麼用 我把這個獨立出來 那我的畫面要塞到這個範圍裡面 你要這樣慢慢搭 有點累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這個工具來 直接鎖定某一個應用程式就好 你看我打個勾 我來告訴他麻煩你 幫我把弄這個 縮進來 啊說錯了 等一下 1280 這裡 可以改下面比較好 對對對也可以 好 控制 menu 不是 這個 這個是攝影機 這裡 但是我現在這邊 只要 192 應該是1280x720 好 有沒有這樣他就自動幫我鎖到這邊來了 這樣有沒有就一樣大了 你不用那麼辛苦 還要自己慢慢調 當然如果你要全螢幕的 你就是1920x1080 好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要不要把網路攝影機帶進來 要不要錄音 欸 我有發現有些人喜歡 錄製過程沒有聲音 然後就自己播一個背景音樂 有沒有看過網路上有那種影片 比如說打 玩遊戲啦 或是做一些事情 他就不要自己的聲音出來 他就只有一段背景音樂 好 按下錄音 好 倒數計時 對不對 所以現在他就開始幫我把這個畫面 把他怎麼樣 錄製起來 像這樣子 那我之後點進去 點進去 反正都一樣 那麼你錄好 我要停 要怎麼停 在這邊 你看一下 你會發現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一顆 點開 你就會看到他的控制項 有沒有跑出來了 當然有快速鍵 但是我們先不用 我就直接停止 好 停 總共錄了27秒 錄完之後 他會自動幫你增加一張投影片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增加一張投影片的 你的影片字就在裡面 然後這裡面呢 包括了 我剛剛講話的聲音 還有系統本身的聲音 有沒有 影片跟聲音是分開的 他都把它分開來 所以這樣子你也可以使用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用這個軟體來錄影一下 這樣你就可以取得一段影片 待會兒自己來剪 自己剪自己的比較有感覺 現在大家都有自己一段影片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你要怎麼做剪接 如果我以剛剛這個來講 因為這個一分多鐘比較長 你會發現下面的時間軸 是不是拉得比較長 怎麼辦 這樣有點難看 你也不知道多長 從上面這裡 左上角可以看到 但是呢 我通常會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 這個 放大鏡 我會用這個 第一個 先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縮到哪裡 縮到可視範圍裡面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看到 大概是1分46、47左右 可以看到 第二個 因為你要開始做剪接嘛 所以我需要 一根跟威力導演一樣的 有沒有同學用過威力導演 威力導演是不是有個時間軸的指標 所以 它預設雖然沒有出來 沒有關係 你只要在我們這個 就是時間軸的刻度上面 隨便按一下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那個指標跑出來了 這一根 而且它跟那個威力導演一樣 左右有兩個小的 這個是給你做什麼 選擇範圍用的 對不對 威力導演也有嘛 好 那你選好的時候 你可以針對這個範圍去做剪接 比如說我覺得這一段 我可能怎麼樣 不要 對 不要 當你選好了之後 有看到垃圾桶了吧 它渣 剪掉了 所以你可以找到 你不滿意的地方 把它選起來把它剪掉 所以這個就比剛剛我們弄上面那個 只能去頭去尾來的容易一點 好 那第二個 有沒有可能聲音太小聲或太大聲 大部分的情景通常都是太小聲 所以怎麼辦 如果你不選範圍 那它就是針對整段去做 像我這樣點到這個 我沒有選範圍 你看 這裡有沒有一個喇叭 點下去 我覺得這樣太小聲 就把它拉高 拉高完了之後 請你在旁邊點一下 有沒有 音量就變高了 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請問速度可以講快一點嗎 可以 如果你沒有針對某一個段落 你針對 這樣子 沒有特別選 就是針對整段 有沒有看到一個人 按下去 預設是200 就兩倍 我變四倍 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的影片現在只剩一分 大概30秒 對不對 除以4 因為速度變快 除以4大概剩多少 90除以4有沒有差不多15秒 對嗎 那我們看看 20幾秒 有沒有差不多20幾 對不對 好 所以重點是要聽一下 各位應該知道講快會變這樣子吧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如果說你有某些步驟 是你要讓同學看所謂的縮時攝影 你就可以用這樣 但是可不可以把它靜音 可以 你可以去找一段音樂 是把它填進去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靜音 這樣我就可以讓這段聲音就不出現了 我就可以自己搭自己的音樂進來 這樣了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可能錄的時候錄錯 剪掉以外 但是我結果少錄了一段 有可能嗎 有可能對不對 來來來 我就要問一下各位囉 如果老師講課的時候 少錄一段 課後可以隨時補充 但是在這邊要怎麼辦 重新再來一次 錄製一次是一個方式 但是通常重新錄一次的時候 錯不會錯在那裡 會錯在別的地方 因為你那邊特別專心嘛 所以不會錯 這樣就有可能錯了 所以我們用這種編輯方式 有沒有什麼好處 有 你看一下 我把指標 來我先還原一下好了 上面有一個還原 還原在這裡 被擋住了 被它擋住了 好 我控制加計就好了 OK 你看我指標 拿到這裡來好了 假設我這裡 少錄了一段 那我要插進來 怎麼辦 你看我指標到這邊之後 有沒有後面 吸吸後面有一個東西 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呢 分割換燈片 我按下去的時候 請你注意一下左手邊的變化 有沒有一個換燈片 變兩個換燈片 你知道呢 PowerPoint按著拉上來 有沒有感覺 這一段講完 再講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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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種編輯方式 有沒有比你學 那個威力導演簡單一點 對不對 頭眼片你都會調整啊 所以你今天錄好一段 其實要怎麼做都OK啊 這樣了解 所以這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小工具 你可以向上去做處理 你要再增加其他內容 比如說你看我剛剛第二次錄的 我可以拿進來 所以我們只是就這樣調整調整而已 那麼最後呢 它的成品會怎麼樣 就依照你的投影片的順序 這樣把做成一段影片 或是做成一個所謂的網頁式的教材 這樣了解 因為我們這套軟體 Edipendent是做所謂的數位教材用的 數位教材用的 當然我不建議各位 如果你的影片超過20到30分鐘以上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用這套軟體 為什麼 因為它是做數位教材 不是給你做那種專業的影片剪輯 你真正太大的話 反而會變成效能比較差 這個是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其實我大部分部落格上的影片 都是用這個做的 教學堅導我沒有用它 因為用它做還要一個輸出的動作 可是我如果是在家裡面 我做寫部落格上面的影片 我就會用這個 因為我會很輕鬆的去剪輯 那最後呢 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做完了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儲存 它的專案檔很長 但是很好記 Ate Printer Project 有沒有 App Project 就這樣 那你最後做好了之後 你要輸出在哪裡 上面有一個叫導出 導出 我們可以直接變成視訊 變成視訊 這套軟體它比較特殊的在於說 它視訊剪接的工具 還有輸出成視訊 是完全免費 不會有任何的限制 也沒有浮損印 那如果你是輸出成網頁 或者是像PowerPoint 那它可能就會有浮損印出現 這樣子 它是做所謂的數位教材用的 好 那我們在這邊呢 我就直接輸出 我先把影片 你怎麼看一下 這個比較長的 輸出是指輸出一個換段片 還是所有的嗎 全部 對對 它就照這個播放進去 那你可以變HDF 我就是變成所謂互動式的教材 就是網頁的互動教材 你只要有就是伺服器 我就傳到網頁上去就可以 那你看我先打開視訊 你可以發現 有沒有預設就是MP4 所以輸出就是一個視訊檔案 那如果你把它變成一個HTML5 這個呢 就是我用預覽的好了 我用HTML5的預覽 它就會變成一個網頁 那就可以變成所謂互動式的教材 同學呢 在網頁上可以自由的切換 這些投影片的數據 等於說它要看哪裡就可以直接換 就這個部分其實還蠻方便的 等一下我們把它輸出之後 你就可以看一下 好來看一下吧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HTML5就是我這邊 這樣有了解齁 所以它可以從這邊是不是就看到了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LOGO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小小的在這裡 因為這一塊屬於付費了 可是它並沒有限制你輸出 幫我把你 並沒有限制你輸出 所以你是可以輸出 只是會有這樣這樣子 小的輸出 如果你去輸出影片 這個就不會有 因為安全都是正常 那麼你度好 這樣還可以嗎 可以了齁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大致上 會發笑在右下角這裡 這樣同學對於我們今天分享的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我可以抽兩位出來一下嗎 分享一下 看你記得今天 到底哪一個軟體對你感覺起來 一向幫助 秀琳同學有在嗎 林秀琳 有嗎 有嗎 有有 你覺得我們今天分享蠻多的嗎 有沒有哪一個軟體 你覺得比較印象深刻 或覺得比較好用的 便利貼 蛤 便利貼 便利貼 那個叫慈尼佩斯 對不對 就是不能讓你忘記的那一個 對不對 還可以回溯的 好好好 那同學你要不要來一下 來前面一下 找一下你的接班 讓他把我們這個課程做最後的ending 可以嗎 來來給你轉 給你轉 我手都很痛 手很痛沒關係 腳可以啊 對 來這裡按一下吧 這樣會很痛嗎 應該不會嘛 是被抽到你比較痛吧 會是誰呢 太燕子 喔 顏燕乙 對不對 太燕乙 請問 你對我們今天介紹哪一個雲端服務 或者是軟體 這一個 這一個 好好好 那我真的要下課了 好啦 所以我們今天所有上課錄影片都會放在雲端上 如果各位呢 你覺得有興趣 你再上去看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